你好,政治揭露 出街那天是11月25日 选后的第一天 当然大家都 大约知道这个形势 我没兴趣 逐区逐区研究 也有一些朋友 指出很多废票出现 什么什么什么 如果选举有什么古灵精怪 有或者没有 我都没兴趣研究 因为 我相信泛民那边 或者是破坏派那边 或者认同恐怖主义那边 认同暴力 认为这些是合法的 对共产党 我们要用这种武力的方法 去实行这些恐怖主义 这些的选票 都是认同这些恐怖主义 拿砖头杀萝卜 沙沙石石来的 好像梁天琦当年那样说 有个记者被人打到 被你们旺角的暴徒打 那梁天琦就说 这些只是沙沙石石 罗伯是沙沙石石被人扔砖死 李先生 被人放火 家破人亡 他跟你不同意见 为什么要烧他呢 但是在现在香港 已经超过150万 我没心机看 是不是 150多万人是支持这些恐怖主义 他觉得 他觉得 在吐露港 塞四个钟头车 他没了红碎 他很辛苦也好 他觉得这些都是共产党的错 不是暴徒的错 最坏都是共产党 总之不管了 总之什么最坏都是共产党 我有张薯票 我发神惊 这个香港人 幼稚病 就爆发了 而他们的指向 一定是一种夺权 就是你 不搞特首的普选 就会搞下去 就是说这个动乱 是一定要继续下去 我们当时的研判 说这个中大二号条的撤退 是黑暴的 一个转捏点 其实是错的了 宣布我的研判是错 黑暴 现在进入真正的高峰 所以说这个中大二号条 最坏的还没来 最坏的还没来 继续坏下去 当然啦 他们做区议员 我都说 会拿些资源去支持暴徒 三百多个区 无论如何 香港的公务员的体系 我当然很质疑啦 选举都很质疑啦 聂德权我都很质疑啦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说了浪漫 因为我们去说一些质疑的东西 最后对家就说我们 你输了不认而已 是不是 那就输了不认了 我都认不认也没意思 就是有百五万 至少我的理解是 有真实超过一百五十万人 是用选票折话 这个选举暴力 是对的 杀人是对的 他们尽量淡化 不记得到是他们赞同 杀人啊 赞同拿火烧人啊 咬断杀人手指是对的 他们是死黑警来的 我真的发脾气没用 我写了两个脱文 是昨晚大约知大约的结果的时候 我去说 我说选举结果显示 香港是一个丧丝的城市 不适合一个正常有理性人的居住 未来香港只会更暗淡 因为香港人用选票 去支持破坏否定建设 他们也支持暴徒用砖头 杀死罗伯 以及用火烧箱李先生 野蛮呢 是战胜了 理性 21世纪的五胡乱华 这是21世纪的五胡乱华 和万族消灭西罗马帝国 我的意思只是说 那种野蛮 去把文明推翻了 西罗马帝国也被万族破坏了之后的文明倒退 我只是想形容文明倒退 1842年开阜之前 因为香港1842年之前 不是一个很实体的地方 可能数过渝村 我不知道一块还是多少块 开了阜就是香港这一块 现在香港的形势 是很恶劣的 这种恶劣呢 这种恶劣呢 是因为 中国呢 在 它有很多的国际合作 未完成 它需要争取时间 比如说 完成了RCEP的谈判 它说完成了,签署未? 运作未? 未运作之前都不应该 在香港做什么大动作 也都是由得香港人 他们不要23条 嘛 我们觉得解决香港的问题 要下23条嘛 他们现在这150万的人意 就是激烈地说 他不要23条嘛 要香港独立嘛 是不是? 就是你 你不必硬认他们民意啊 不要再赖来赖去啦 就是说 共产党为什么不派解放军来 你们用选票 向东央政府说 我们喜欢混乱啊 我们喜欢 这个恐怖主义啊 那你们用选票 那你们就表态嘛 解放军来什么呢? 不要 说叫解放军解决问题啦 你们用选票 叫暴徒在香港破坏了嘛 那就是接受暴徒管治香港啦 被人撕了 我告诉你们 现在他们的压力 一定要解散警队 当然中央未必会给啦 香港体制也没有解散警队这件事啦 独立调查委员会 林郑会不会说 哎呀我要听民意 跪下 接着煎炒转炸警队呢 不排除 中央 你现在这150万民意就说 你中央不要派军来香港 我们不要你共产党管治 你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你当自己虚的不存在 算 但是你们去香港啦 实际地产商加公务员 贪腐治港 这是我们香港人 喜欢 这150万人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嘛 多些地产商 剥削我们 楼价由2万呎炒到4万呎 100呎的劏房 1000万 这样 是他们认为美好生活的嘛 他们觉得这样很好嘛 我这样不好 那为什么共产党要帮你解决问题呢 那你就继续100呎住1000万咯 地产商 夹你租咯 我都说现在香港人住的水准 就来比那些鸡 那些一楼一都有个厕所嘛 那些一楼一都有个厕所嘛 你住劏房就没有厕所都没有嘛 七八九 一千一万啦 二时劏房再贵了一倍 你们香港人寻求的 你怎么改变呢 你怎么改变呢 没有啦 这个现状 会继续下去的 共产党 不会被香港奴隶 但是也不会因为 国际很多的合作 比如说和法国合作 他在巴黎开一个主权债 是吧 希望金融里面会进一步合作的 中国和法国合作好的时候 可能德国又会落水了 那就变成了整个欧盟和中国合作 那就变成了俄罗斯、中国和整个欧盟 如果做到一个大联盟 就跟英美体做一个对抗 虽然是暗战式 但是是一个对抗 美元的霸权 大家就在未来的两三年去争俗 是吧 大家捏到最后 香港这块牌 叫二五仔牌 西方是要毁灭它 不要说 香港很有未来 就是 中央 下一届特首选举之前 不会这么容易表态 哎呀 让你普选特首 不会的了 因为你普选特首 你选过什么人 有公民提名不 什么 缺一不可 就是什么 必不可少 一定要公民提名 不可以有选举委员会 基本法 是基本法如无物 自决 也可以 甚至 给你 给你 现在的形势 区议会有百多席选委 可以 全票制的 那么他们多了百多席 他们 反对派 破坏派 暴动派 是可能会 一个 港独的特首 而中央未必够票的 因为区议会这百多席 没有了 那千人里面 一个 港独的特首 可能会出现 这个最后一步 中央都可以 不 不由得你选出来 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 不毁人的特首 由得他欠制危机 接着你不断去选 好像以色列那样 不断去特首选他 连续三次 以色列 就是欠制危机 中央就不会委任一个 港独特首的了 现在呢 任何情况来说 你区议会这个一挂了 选委会那里很大问题 但是问题是 这个问题不会立刻爆 起码拖到2022年的3月 看看会不会改基本法取消这个特首选举 还是任何特首选举 还是任何特首选举 选择都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时候 中央就不批 选过 再选过 就无穷地交出去 交到某一个时候 中和美之间 这个呢 金融霸权的战争 中国呢 应该要行 一些叫DCEP 即是Digical currency D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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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说呢 中人民币要发行数字货币 它发行数字货币 如果是可以 是 自由兑换 可以 去美元化进一步成功 那就可以 对香港的问题 有一个比较主动的出击 但是也可能说 中央处理的方法一定是 暂时 以不变应万变 什么解放军离啊 23条啊 短时间内不用指引 当然林郑这么坚持这个选举 而选举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 究竟她有什么动机 我真的不明白了 是不是 就是很多应该要做的东西 她不做 现在 公务员的体系 继续 制成一个去勾结地产商 是不是 继续 林郑和 有个录音带 就和地产商交心 咯 又不炒得林郑咯 特首选举不知道变什么咯 是不是 很多商家票的嘛 你觉得 我说这些事情好像无故于事 说这些事情 是没有什么希望 有些人说 7月2日就是截了纸 7月2日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乱 所以香港很多反暴的民意 没有登记做选民就显示不了他们真正的力量 所以 究竟 会不会 未来会多了很多人去选民登记 去激发他们 抗暴的 所以就在明年第一次投票 把立法会选举的局面变了呢 泛民拿不到直选的一半呢 因为比例代表制你不会怕什么都会输 不会的 但是会不会说 哎呀,建制 有没有损伤呢?我相信都会有的了 在九龙东 还可不可以拿到三席呢? 在新界西就不计田北辰了 那田北辰建制只有四席而已 新界西 计算田北辰之五席 但田北辰根本不是建制 他领导的实证原创是界票党来的 不计算田北辰 可能这个形势 我觉得我预计大约交着 新界东西西 建制只有四席 不计田北辰 是吧 可能营了九东 可能拿回二席 三席就对加了 九龙西 对加 拿三至四席 不知道了 说到,又有一人伴,其实没什么变化 这些我乱说,但是 太远的事情来的,明年九月,但是大约的情细呢 就算多了很多抗暴选民去登记投票呢 泛民仍然起码有百五万的盘 现在这次的选举显示是这样 一百五十至六十万的盘 你多了几十万,可能又多了些人 去支持他们的,就是下年 大败就不会的,因为比例是代表制 呃,就是我们 当然,我其实说不了下去了 所以我另一个帖文就分析,就是说 的确,到时候的,香港还没衰够的 北京应该以政制度不可以有任何大众国的 等到2020年九月选举后才再决定 到时失业应该会暴升的 如果泛民仍然是大胜,就是说 北京应该会再与了 要拿更多一些位置 30席也拿不到 35席也拿不到 北京可以继续不管香港 等到2022年三月 可能会宣布修改基本发行才取消特首选举 或者到时才算 之后就位又失丑了 有得暴乱衰续三年 香港就成为巨大的九龙城寨,成为中国唯一的废墟丧丝城市 有些人说,为什么要想着走呢? 有些人说,为什么要想着离开呢? 我不会回答你,你说我没责任也好 我说回现实,如果香港 如果连续三年暴动去逼特首选举呢 跟着警察抓人,法官继续放人搞三年 我想很多人都受不了 学校继续教我们的子女 一代一代有新的小朋友变成暴徒 我们都看到了 我想我的听众 都很难容忍自己几岁的小孩 三年后就刚刚十二岁 就加入暴徒怪军去扔砖和放火 有无可忍的时候,最后是 找方法安排那些子女回大陆读书 不是可以怎么样呢? 那你是不是骂她,你没责任啊? 那我的子女是不是留在香港 让一些 黄老师继续教她 港独啊,暴动啊 自尋死路啊 我敢不敢这样骂这些家长没有责任啊? 我敢不敢这样骂这些家长没有责任啊? 你走之前 我希望你等下来明年的选举 虽然不算很乐观的 因为比例代表制呢,不会大输 但是你大赢也不是很难 基本上呢,可能补到现在不是 大约的值数呢,那已经是挺好的了 我估计是这样 如果你有小朋友,你觉得 香港的教育制度,你已经害怕了 你要走 我怎么敢骂你不爱香港呢?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我的子女都去了加拿大 去避开香港恐怖的教育制度 因为我老婆是公民 所以我花的钱是很少的 因为有免费教育 在当地 是便宜过在香港读国际学校 我 是 所以我对香港,我希望大家 可能你是不能走的 你又没有子女 你又没有子女 你走去哪里 你这么巧的工作 你又不是那么容易去转移去大陆 你要容忍三年 这些暴徒去囂张 那些疯狂的民意有百多万 你看到一个社会是 反智野蛮 不文明 你要忍三年 最恐怖的时候 最恐怖的时候是三年 三年之后 我想中央都要有一个了断 可能变得更差 可能不止三年 你看着 一个社会慢慢瓦解和灭亡 是一个很恐怖的煎熬 但是现在形势好像是这样的方向发展 我说不到太多鼓励的说话 我昨天做节目做到根皮力尽 我今天再做节目 我觉得我自己 我真的带不到一个 令到大家 感觉到希望的信息 我今天再做节目 我想希望 建基于的就是 我们 还未算孤单的 我录这些节目 可能最低都有十万view 香港 这些正常的人仍然未死光 不是容易 不是容易 走不到的人 要被逼引下去 不容易 但是我们可能大家要 如果你走不到 你可能就是要 更加去 小心说话 因为香港是变成了一个暴徒的社会 恐怖主义的社会 你乱说话是要别人拿你的名字 你去打个电话去问客户服务部 别人知道你的资料都可能会拿你的名字 大家尽量小心 好,不行 好, 这么多